国际最新消息来看到 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不到两个月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周日下午两点在佛罗里达州西宗旅滩高尔夫球场打球师 附近发生枪响 川普安全无虞 发文报平安 目前球场已经被封锁 而嫌犯行凶后企图驾车逃逸 在密勤开枪阻止后落网 白宫指出总统拜登已经听取简报 美国联邦调查局说 这起枪击事件看似企图暗杀 大约两个月前 川普在宾州的一次集会上遭遇未遂暗杀 而多遭子弹射击之后川普未案也升级